欢迎收看一起学义经 人的学义经 最初感做不顺心 最初感做不顺心 人的学义经 我少爱太重演 我少爱太重演 各位善心大德 闲事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您收看一起学义经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家方 在这个节目但愿里面 会邀请文心圣教义经大学 近期所有开班授课的法师 讲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学义经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可以帮助他人 今天邀请到的讲师 是我们彰化田中教室的负责讲师 他已经有非常多的教学经验 相当丰富 我们邀请原心讲师 讲师好 主持人好 请讲师跟大家问候 各位师兄 各位师姐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三性大德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讲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讲师想请教一下 在我们文心圣教 目前您是在我们的正期班第几届呢 我是第一届的正期班 那因为跟师傅很早就结缘 那因为我工作跟家庭的因素 所以我后来也读第四届 第六届 那目前是归到我们新活师的第十届 哇 讲师的学习经验跟教学经验都相当的丰富 那原心讲师想要请教 接下来我们开设的新班 讲师我们的联络方式 电话是用我的手机是0936 308 422 是 那再跟观众朋友说一次 我们的原心讲师联络电话是0936 308 422 0936 308 422 好 讲师想请问一下 最当初您跟师傅跟微信圣教 是怎么开始结缘的 跟师傅结缘是透过我老婆 跟我业父的关系 因为我业父本身在厚里 居住在厚里 那他本身是在做阴宅 风水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总导师 混年禅师 那时候是在我们台中的五前五觉 是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跟师傅结缘 是的 结缘到现在 哇 我们已经有20 30年 对对对 28 2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 是的 那在这段期间呢 想请问原心讲师您 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学 一经风水妙法 当初的想法初衷 会是在哪里 因为我本身对我们五行一经八卦风水地理 本身都非常的有兴趣 那么再加上自己本身一些身体所经历的一些印证 然后又周遭朋友所去印证的 所以认为这个一经风水 已经包括了法 非常的殊胜 值得广传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除了自立 那还要立他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一经风水 是一个立他的一个法门 是的 在原心讲师的学习经历上 是相当丰富的 想请问讲师 我们在开设初级班 如果说学员来到我们班级学习的话 可以学到哪些的风水一经妙法呢 学一经呢 可以学到非常多的殊胜妙法 那包含一经八卦 风水地理 择日 诵经祈福 还有妙法谱传 那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学到佛法 就是学到正法 所以非常的殊胜 是 在一经风水上 在宗教法仪上面 都是我们文心圣教的一个教学强项 在这些项目里面 其实在一般的学校社会 都是没有去做一个教学或学习的 在文心圣教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是可以让电视机观众朋友 可以学到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妙法 那我想请教一下讲师 您在服务的经历有这么多 有没有特别的经验可以跟电视机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学员的案例 学员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我本身之前是有在中门的爱心团的服务 然后也到前省去做服务 那我简单就一些实际的律证 跟各位三姓大德 各位师兄师姐做一个分享 那我98年 那时候在新竹的大凡市 那有一个师姐姓黄 黄师姐 那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困难 他就是有租一间房子 然后他没有说这间房子的大小 他就是问说 这间房子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买 这个黄师姐就来请示老祖说 他现在所租的这间房子 可以不可以买 那我当下就帮他沾了一个挂 一个挂叫水泽结 洞出窑 挂成坎为水 那么一般的人认为 六合画六冲是不好 但是这间房子 四摇七才 又动画影幕回头身 也画形 所以这间房子 当下有不安的现象 但是他会有才 所以98年 吉丑年 他来问的时候 我跟他讲这间房子 从100年以后 就会走财印 然后这间房子 黄东当时出1600万要卖 那一两年的时间卖不出去 刚好到100年的时候 这个黄师姐在100年的时候 他自己跟我分享 他说那一年他赚了500多万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本身有在做保险 做其他的一些传销直销的一些业务 相关业务 对 所以那一年他赚500多万 那很刚巧那一年 他的房东在竹北买了两亿多的土地 那切了一少部分的钱 他的房东就跟他讲说 你今天如果有办法拿出1000万 这间房子就是1000万卖给你 所以从1600万的房子 过了两年 降了600万 他就以1000万来买到这间房子 那这间房子 就是我跟他分享 从101年到106年 这6年每一年会怎么走 就是照挂像这样走 所以他后来一直要感谢我 想说包一个小红包给我 然后他就一直在到大凡市去问 看有没有一个法师讲师 长得怎么样瘦瘦高高的 那可是他因为我那时候 只是短暂的在大凡市十个月 后来我就调回到仙佛市 我们一京风水学院 所以他一直在找找不到 后来是因为去年 我们有做法会 22334455667788 在11的时候 刚好轮到大凡市做法工 那么有师姐就问说 讲师讲师 你有认识一个黄师姐吗 他好像一直在找你 他形容的人应该就是你 所以从这个条线 然后就联络上了 所以他把这个挂 98年补的这个挂 然后影印起来 然后我透过上课 在黑盘上分享给我的血缘 他非常赞叹 他说 老师 你讲的跟我当初的流年 完全一模一样 真的让他很赞叹 所以这些王子 我跟他分析说 四摇化形就是说 那当初心为安 只要你能够安 心安 所以我们中门有一个就是安心法要 你如果心能够安 你就会产生智慧 产生智慧 你对事物的判断 你就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 所以他后来就赚了很多钱 包括前两天他还打电话说他想要买竹北 也是100多坪的房子 也是要投资两三千万 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所以我从去年才去到他的家 就是这个在竹北的中正东路的家 100年时候买的房子 对 98年度 然后我去 我吓到了 因为他家有100多坪 就是在那个银行的三楼 很广阔的一间 底下就是某某银行 然后一楼是银行 然后他在三楼 所以他那个是 就是一个大楼的三楼这样子 相当殊胜 对 所以郁金会让人家从刚开始的不安 到后来的 他说他们家整个都要非常感谢我 就是因为我们跟他分享 让他心定了 这样子 是 真的很殊胜 非常赞叹 一镜风水庙法 王才老祖师尊 透过师父火炎禅师 传达下来的一镜风水庙法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心安 心安的话呢 所有做任何事情都会顺利了 那在刚刚的黄师姐的案例之外呢 我们还要再请原心讲师跟我们分享在他的教学经历上 还有遇到怎样的学员 或有怎样的困扰 来请教原心讲师 是的 接下来分享这个案例是发生在今年 那南投的草屯有一个廖师兄 那么廖师兄他本身就有一个就是活着的人姓廖 然后往生了以后祖先就写张姓祖先 一万多佣 对像我们有所谓的张廖 这个一个 那这个廖师兄他有一次他住在草屯 但是他去他南投的就是叔叔跟婶婶的家 那这个南投的叔叔就是也是我们中门的学员 就是梁校长 那他太太是以前胡归国小的主任 叫徐主任 那徐主任就看到这个叫阿盈 阿盈的廖师兄 看他脸色不是很好 他就问说阿盈你看起来脸色不好 然后还有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家今年 就从去年然后到今年发生了哪些事情 那这个徐主任就帮他沾了一个卦 那这个卦呢 卦名就是三帝波 有洞三个窑变成帝泽灵卦 那三帝波画地则灵 那初遥二遥洞跟六遥洞 那初遥二遥在三彩来讲是为帝 那三遥四遥为人 五六遥为天使 那波呢 波就有波落波石崩 崩线的一个卦象 那内卦呢是坤卦 坤就是老母 那六亲呢 卦徒是否动 所以卦徒是父母 是否是官轨 那第六遥 隐目动 所以隐目呢 七才生官轨 官轨生父母 来克四遥的子孙 我说这周仙 红水有帮落 有帮落 然后来胜就怕孙 那至少会伤三件以上 会伤三件 这么严重 对 然后那个廖先生 他就说超过三件了 他的大儿子出去来传 二儿子更严重 就是把撞断了腿 在医院住院 然后女儿呢 从楼梯上跌下来 那最离谱的是他的媳妇 他的媳妇身外六甲 然后呢 要生长 结果剖腹生长 剖到剖腹起来 他的孙女 出生的孙女是大腿 腿骨整个断掉 所以他这个廖先生 后来也跟这个 蓝头抹布产科 诊所在做法律的一个诉讼 医疗纠纷的状况 那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们如何去解决 这样的一个困难呢 你知道困难 但是你要有方法来解决 那归心中 师父很年禅师 得到王产老祖的征传 天冷合一 那有传就是我们沐煞的自煞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折即日即时 那这门风水呢 在南头的民间万丹山 万丹山 那万丹山呢 以前老一代的 说先坐万丹山 我家每天都坐到台湾山居住一半 所以万丹山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风水宝地 那他在这个千秋国小的一个后面 是一个回龙故族的一个地理 他们梦心 我有塌陷 所以他们就想说要做一个整理 那刚好去年呢 庚子年 他风水做紫山 就换到了太岁 我们说太岁头上怎么样 洞土 那洞土你要懂得去化煞 结果他们没有化煞 那么时间呢 又怕被刑木区的人看到 因为如果一般被看到呢 就会请他把那个骨头牵起来 进到塔位 所以他们就选择 我说你们是几点在做 他说天下不降了 天下不降就够报饮食 那饮食呢 饮午饰又煞白 这门洪水又做白 所以就换到了所谓的山煞 所以山煞至少会伤三个人 所以藉由这样子 然后家里不平安 那我们藉由师傅 房产老祖所传的庙法 去做一个制造 制造后 传三生酒类 五味菜碗 然后车本境三生土地生红 传三生酒类 再牧生跟梦庄 用岩米来蒸 梦庄用第二面的水分水 整整整 梦庄的四位 用手金 乎金 寿风金 各七张 来整整整 那整整整后三生酒类 就不能收 然后呢 人不能回头 直接回家 这门洪水就是三个月 不能再探幕 这是在探幕 那这是依照师傅 所传的庙法 然后得以让他们 接下来就很顺 就得以平安 所以我们中门的庙法是非常的殊胜 也可以利人天 是的 真的 在这样的一个 液晶风水庙法真的是相当的一个殊胜 很多时候一些莫名无名的状况 烦恼就这样子出现 是找不到原因的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要解决就一定要有方法 所以一定是 基前面的观众朋友 学员们 欢迎到我们接下来新开的班级 新竹竹东初级的一个课程的部分 在那边的学员都有福乐 除此之外 原新法师还要再跟各位观众朋友 分享另外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案例 好的 这个案例是发生在107年 那么107年 我们中国大陆有师兄 他住在中国的云南省 那云南呢 他有在我们八卦城 中国荷兰郑州的八卦圣城 在那里学义晶风水 那他学义是初级班 那初级班呢 透过我们黑衣部队的陈大队长 那因为陈大队长有过去那边做 浦州 所以有跟他们接到线 那陈大队长就 请示王产老族 就是王产老族 就是维新申殿 前面有就是拨上的杯 说请我过去帮他们处理 那他就是这个孙姓的同修 三十几岁 那本身呢在云南的昆明 他是中医师 有职业 就有职业 有作者 那中医师呢 结果呢 他的妈妈45年次 然后在106年左右就往生了 他就非常伤心 那这个呢 孙师兄 他本身又有肾脏病 在做护膜透析 本身在自己 本身是中医师 但是本身每天都要做护膜透析 就是血液护膜透析 然后他的阿姨们 也因为他们外公就生很多 都是姐妹 好像有七位 七位都是姐妹七仙女 然后就很不顺 那他一直就怀疑说 是不是祖先的风水的问题 那透过这样子 我就去帮他们 把他们家一些祖先 不符合风水的 就建议呢 就找个比较好的风水保地 然后再把祖先呢 不好的呢 再把它签葬起来 那么一签葬 那一把地找好了 我108年的春天 再过去帮他们做安葬 那一做好 这个孙先生这个中医师 很快的就得到了基因配对 就是有人往生 然后配对 复合他的血型 复合他的要件 然后就换胜 就换胜就成功 那换胜成功呢 他的体力就慢慢的回复 那回复呢 他的 医术 他自己本身说 蔡老师是不是我们祖先风水做的如法 我觉得我的医术就好像开了光 就是医术变得很高明 然后身体好了 医术高明 然后我就因为他是毒子我就跟他讲说 你身体比较好 那你要教女朋友要传宗接待 他就有一个观念说他们那里的人讲说 患胜的人没有办法生意 就是胜症不好没有办法生意 然后我说调养个半年 你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 后来今年他又赖我 说蔡老师我现在处了一个几岁的一个女孩 他们那边就说处 相处的处 然后呢 过了不久说 他们想结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女孩怀孕了 哇 所以太恭喜了 女孩怀孕了 所以从身体不好到他身体变好 然后呢 把他医术变得他自己形容开了光 包括他认识女朋友 然后有怀孕 所以整个一切都在改变 就往变好的方向 所以我们从太极中的黑暗 就是我们的五卓二世 然后呢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极乐世界 所以他自己形容说 蔡老师 我这辈子最感到光荣 荣幸的就是能够遇到你 我们听了也是非常的发喜 太好了 原型讲师 今天邀请到原型讲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案例实证 朋友们不要忘记咯 近期会在新竹竹东 开设新的初级班 请大家联络这边的电话讯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福大家顺心平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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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回天海叶